中文字幕提供 當然我們還有種種不一樣的問題 比如是說家長 要如何有效的跟老師溝通 我發現很多家長 他們可能是說覺得 孩子可能在家沒有練習 孩子可能在家是 完全都很懶惰 你也不知道有沒有談對 那也不懂得如何去跟老師溝通 那在這一方面上面 葵老師你可以跟我們做一個小小的分享嗎 我本身的經驗 是有很多家長很喜歡找我聊天 然後聊天的內容 都是 孩子最近怎樣啊 他有沒有學得好啊 有沒有乖啊 可是對我來說每一個孩子都很美好 我不可能認說你的孩子很差今天 我不可能這樣子講的 因為每一千孩子都會成長 都會表現出一些新的東西給你 可是家長每一次 我相信家長很喜歡聽到老師誇自己的孩子 可是我覺得 他們也不是真的只是意味著要聽好話 這樣子的好話跟這樣子的現狀 其實不能完善的幫助孩子進去的 嗯 像我建立家長呢 可能可以先想清楚 要問老師哪一個方面的問題 好像例如第一 孩子可能最近有沒有跟上進步啊 或者是練習有沒有順利的幫到 就是在家的練習有沒有順利幫到 他在上課的進步啊這樣 然後另外的就是可能功課有沒有達到 基本的水平啊 老師他的功課OK嗎 或者是練習方法有沒有順利協助到 他接下來更挑戰的一些學習啊 或者是也可以問一下 當他們的老師 就是接下來的目標 是不是考試啊 或者是表演 或者是要升級了 像不同的挑戰 或者是如一些合作的演奏機會啊 或者是現在他是談盧克里利 他可不可以有機會 讓其他的當心的學生一起合奏啊 接下來的目標是什麼 也或者是老師 對現在目前的要求是什麼 就是對那一個 某個學生的目前要求是什麼 可能有一些學生 他比較差於Srumming 像他的現在目前的要求是Srumming 可是另外一個就是 可能他的環境就是很難聽 像這個學生的目標就是那一個 就是要求就是那個 所以我覺得 家長可以透過這樣子的 這些類似的問題 可以跟老師達到更好的溝通 以幫助學生學習 不然的話 其實我們老師有時候也不知道 家長足不足夠的了解 他們自己本身的孩子 每一次問我的孩子怎樣 其實這個我的孩子怎樣 範圍很大 對 就是我們老師每次都會說 很好啊 他有幸福嗎 這樣 然後父母也就 嗯好這樣 然後就離開了這樣 對 對 我就是希望 對 對 我絕對讚同你所說的這個說法 就是說當孩子們的父母來到老師的面前的時候 通常第一個問題 就真的只會問一些很大眾化的問題 是說 孩子怎麼樣啊 最近好不好啊 都不會問一些比較仔細的問題 能夠針對性去幫助孩子的一些痛點上面之類等等的東西 那你剛剛所說的種種的問題能夠發問老師的 我相信我應該要聽回那個重播 我才要一個一個跟他寫下 等到我又生孩子的時候 我就要這樣子去問我的老師 那個孩子們的老師了 我說 欸有有進步嗎 Srumming還做了還可以嗎 非常好的一個suggestion 我本身是覺得 我絕對要把那個重播我再看一次呢 我再把所有的問題呢 跟他抄下來多一次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建議 這樣我 summarize好了 我 summarize好了 嗯好好好 呃就是大 大體來講呢 有四大方面啦 就是一個就是進步 你可以問有沒有登上新租啊 他的在家裡練習有沒有順利啊 這樣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他的功課 有沒有達到老師的水平 嗯 或者是他的練習方法有沒有 有沒有協助到他的 就是有沒有幫他完成到他的功課之類的 然後第三的要點呢 就是目標 現在接下來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他學完這個階段 接下來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第四就是 就是老師對孩子的目前勞求 嗯 就是這四點 好 在螢幕面前的觀眾朋友們呢 如果有聽到的話呢 趕緊的拿你的指跟筆呢 把它抄下來呢 下次你打給老師的時候呢 你第四個問題呢 最重要的四個問題 你就要給他問出來 可能到時候 連老師都不知道要怎麼回答了 哈哈 老師也要做足功課 在這方面上面 我相信很多孩子他們學到一半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會覺得 哎呦好悶哦 為什麼每天都是學一樣的東西 面對同樣的老師 面對同樣的朋友 覺得哎呦好無趣哦 都學了一段時間 謝謝 謝謝 錯